Viuro,你知道澳門多了一個新的打卡地點嗎? 澳門是有很多打卡的位置,但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酒樓,有什麼特別好打卡呢? 這個位置就是在我後面的水缸位 水缸?我看到有少許的海鮮,海鮮有什麼特別好打卡呢? 你有沒有吃過手掌那麼大的蝦? 手掌那麼大的蝦?正常的奶尿蝦都是手掌那麼大的 抱歉,補充一下,應該說手掌的蝦好像手掌那麼大的龍蝦 他的蝦好像我的手掌那麼大,他的身體就好像人那麼大 人扮的吧?當然不是,這隻叫澳蝦,其實跟龍蝦差不多 不過在這間酒樓來說,算是期間限定,不是經常吃的 這麼誇張,真的吃得不是人扮的? 吃得 那就真的要趁快,因為可能他之後不做了 這間酒樓近年最有名的莫據於他益街坊的便宜叉燒飯 每天都有很多街坊來買,但這樣買法不會虧的嗎? 老闆效果就說,做人開心就可以 於是這次他引入了這種美洲大鵝蝦 實行再下一成億街坊 看看這隻蝦,真是大到你不信 拿起他簡直可以用來健身也可以 不過錯了,我們今天是要來填滿個胃的 這裡無論早茶或者午市晚市都人頭湧湧 不是我吹水的,一間酒樓生意是怎樣 看過魚缸有多少貨就大概猜到 這堆路,看來我吃完今餐都會計劃月尾吃過番愁味來多一次 各位 在本地中式酒樓上見而吃得到的龍蝦大致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便宜的波士頓龍蝦 而另一種是比較貴的澳洲青龍蝦 但是原來以科學分類來說 是澳洲青龍蝦才是屬於龍蝦科 而產自美國,我們叫的波士頓或者是免因龍蝦 都是屬於海澳蝦科的美洲澳龍蝦品種 一直以來因為他們顏色和體型都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很多餐廳都會直接把兩種都叫做龍蝦 而美洲澳蝦的吸引之處 除了價錢較便宜 最明顯就是兩隻大鉗 經歷了時間津花 令他們的腳變成兩隻大傲 而適應生存狀態 而今次在這間餐廳吃到的美洲大澳蝦 也是屬於美洲澳龍蝦品種 日本人看起來就覺得它是一隻大型的波士頓龍蝦 相信這間餐廳是澳門人都熟悉的 賣叉燒飯 賣到街之項物 老字號這麼小 還要不是賺錢 而是虧給你 為了什麼 大家開心 良心價 這次我們也要來這裡再介紹給你 其實以往也有拍過 但種類不同 吃的東西不同 這次要介紹的是大堆頭 或者很厲害的東西 眼前的就是一堆海鮮 但這次我們介紹這個海鮮餐 主題不只是鮮那麼簡單 是一個字 底 嘩 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現在找東西吃 找一口好吃 其實很多時候就聽到 去酒店那裡吃 是高級 但相對價錢就差一點 有些餐廳可以在街店 可能店租或各樣的問題 收費都沒有那麼容易入屋 但這裡大家都知道 一向都是良心價 沒錯 吃什麼都是實惠的 那不如先試試一次新鮮 冷盤開頭 先試一下這個 醬汁龐刺身 剛剛在外面的水族館 好像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那隻醬汁龐長 我想有我一個半個身那麼長 那隻醬汁龐很大隻 這些刺身這些東西 刀工 而且再加上食材新鮮的話 沒錯 這樣就已經搞定了 而且有時候我自己 都會和家人過來吃 那你就知道 我們拍美食節目 回頭吃雞 就一定是 一定是這枝斑 沒錯 它的膽比較特別 因為有時候都會用一些 或者是做粥 那他就說 不如試試另類一點 椒鹽 椒鹽的話 譬如說有些朋友 喜歡晚上吃飯 會喝兩杯 那就不用那麼單調 中酒不錯 說起酒 其實不錯 因為這裏 老闆也有提示 你會買這裏的白酒是不錯的 因為是一個長期合作的供應商 其實他們的酒 是澳門喝酒的朋友都推薦 所以是可以試一試的 絕對是 好像說有排的品酒師 都覺得這個性價比 是非常之出色 最重要是有認證 對嗎 真的 好 接著我們就吃一下 避風塘大肉蟹 來自哪裡 來自菲律賓 是嗎 沒錯 其實剛開始 我看到負責人拿著鞋子的時候 我覺得 我替他擔心 為什麼 因為每一隻都很無有力 是嗎 是一屆不得了 所以我決定 兩隻手這麼大 這麼大 差不多大一點 我代負責人懲罰他們 整熟他們吃 是嗎 真的夠膽 還要他被通行這樣炒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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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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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巨型的 都差不多有手掌這麼大隻 差不多 他的鉗都很巨型 其實這些蟹有幾樣的做法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耳熟能長的 剛才是避風塘 還有薑蔥 蒸 都可以的 或者是士椒炒蟹 都可以的 其實可能只是你想得出的 或者是一些你想試一下的做法 你不妨又提議一下 因為這裡 除了抵食之外 人情味 或者是這裡的老闆 都是很商量的 你看到他不是一個 叫做吃客 跟老闆的關係 是一個隔離鄰舍的關係 喂 怎樣啊 今天蟹漂亮不漂亮啊 可以啊 煮給你吃 相處很舒服 說到蟹 其實是 避風塘炒蟹 我剛才吃了 最有名的就是香港 就是小艇 但是我覺得這個味道 完全是不舒服 那裏當然 有風味 在艇仔裏吃蟹 自然會高一點 但是沒有冷氣 又沒有那麼舒服 對啊 環境不同 冷氣閉也不止這個 對啊 風味這些東西 其實這裡的餐廳 也是厲害之處 就是這裡的老師傅 其實他們主打是小炒 各方面 變成他其實有推薦 我們說 譬如說吃這個大肉蟹的時候 都是選擇避風塘炒的方式 其實因為他們炒的功力是在 變成他既野味之餘 他又炒得好 當然你說要吃清蒸 你要吃它原味的 要吃到海鮮的鮮味 都可以 但是你又可以試一試 他們的火候 他的技術控制 令到這件事是升華了 這一隻菲律賓的大肉蟹 那個味道 所以剛才我吃到的鮮 很有味道 但是他又不會說 很搶 或者會不會是焦炎味太濃 其實又不會 OK 而且不會是韌 而且他的蟹本身的底 就是可能他的內貨 是拿得好 雖然你看到有些 可能是有些紅椒 這樣 但又不怕是很辣 怎樣為之大肉蟹呢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尤其是鏡頭 我給大家看看 怎麼辦 對 跟我的手掌 怎麼跟我學都差不多 是這麼大的 所以這些大肉蟹 這些東西 真的當之無愧 對 但是說起大小 或者尺寸 我們說這個 還是小毛見大毛 沒錯 真是大的要出來 主角 今天主角來 巨毛霸 美洲蠔蝦 嘩 嘩 嘩 我們這次選擇了 薑蔥焗 拌粗麵底 這裡有很多東西 例如玄石清蒸 剛才有提過 有幾種做法 對 還有蒜蓉粉絲精 上湯衣麵底 芝士衣麵底 還有薑蔥焗粗麵底 因為我很喜歡吃麵 你知道有很多麵 有蝦子麵 粗麵 但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真的你在外國吃不到 可能有一點點鹼水味 還有彈牙的味道 你是真的吃不到 我覺得 有趣的是 我們吃蝦 反而是說麵 不如先說一下蝦 是吧 我啊 真的沒有你那麼蠢 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馬上吃了一口肉 我也不相信 但是 我拿了一個 這個鉗 真的是一隻鉗的一半 你知道嗎 兩個人拍的好處就是 差點掉了 大到 就是可以 我們可以拍 哇 這個是一個鉗 對一個鉗 對一個鉗 真的 不要誤會 一邊是兩隻 哇 真的差點大過我的臉 有隻手這麼大 說真的 我吃龍蝦 或者這隻奧蝦 蝦波雷 我還沒試過拿羹出來 你拿羹出來 是不是這樣吃 不是 你是把肉 一開始 其實我們在江裡也有說過 喂 它的鉗 這麼厚 如果你這樣蒸的話 又或者怎樣做的話 外面 會很容易 是鮮熟 外圍 是 老了 或者會粗 裡面會不會不熟呢 但它這樣剝爛了來做 無論是多厚的肉 也好 它也是 很爽 很爽 我剛剛連醬一起吃 哇 那種 是海水的味道 嗯 怪不得 為什麼 吃一口 好像 是不是調味鹹了一點 還是我們 經常說拍攝 放久了 它的味道會濃了一點 原來是 加回你剛才說的海水味 才是剛剛好 我現在第一口吃過麵 如果你說 剛剛開電視機的 觀眾可能說 喂 你們兩個人 這裡這樣吃 真的肯定是四位數 其實這個真的不用四位數 這下好嘛 這些是抵食 推廣價 對 給我們這一區的 附近的居民也好 因為他們經常見 他可能就說 吃個叉燒飯 不如吃點好東西 吃點好東西 但都是實惠的價錢 你來吃 就可能點點點菜 點點酒類 這樣送一送 那就開心點了 但大家就不會只是 因為這個蝦 真的 老闆說 吃著做的 吃著做的 所以大家都 懂得做些 除了吃蝦之外 可以吃其他菜 還有我覺得 除了要給點掌聲 給這些菜式之外 老闆 一定要是 你知道澳門做飲食 多難做 現在還為這樣吃本 真的 掌聲 給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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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謝謝 by bwd6